11月5日至10日,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上海举行。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, 本届进博会吸引各方关注,众多台湾企业也参与其中。 据负责台湾展商招展的相关负责人介绍, 本届进博会共招展124家台湾企业, 总展览面积3300余平方米, 涉及品质生活、食品及农产品、科技生活等展区。 因未来的急报名而错过首届进博会的台塑企业, 此次整合了旗下10家公司参展, 展出生活保健、户外运动、包装材料、建筑材料等四大主题的上中下游产品。 企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, 进博会是一个很好的展形象、传信息, 让外界更加了解台塑的平台。 东森自然美是一家拥有48年历史的台湾企业, 1992年开始在大陆深耕, 相关负责人表示, 进博会让世界看到消费升级带来的巨大商机, 他们也借此同更多专业人士交流学习, 用良性竞争做好美容市场。 借由这个展会我看到世界, 然后并不是说我只有看到大陆这个市场, 所以我觉得在参加这个活动我们也是比较兴奋的, 对,我们谈的就是客户也是挺多的, 意象也是挺多的, 那我觉得有今年是我们第一年的参展, 对,那有今年第一年的我们客户资料留了挺多的之后, 其实我觉得对我们接下来再走下一步, 我觉得是信心会比较大的。 台湾茶农叶书棚的展台排满了品茶咨询的观众, 这是他第二次参加进博会了, 首届进博会上便成功签单的他看到其中的机遇, 于是便早早报名了第二届进博会, 这次他的展位更大了。 今年来的客群跟去年有一点差异, 那今年的客群呢就更多, 去年就已经很多, 今年更多, 那在对我们的茶的口碑啊评仪都很好, 而且来的一个参观商, 那就觉得在意愿上够, 洽谈上也很多, 我就觉得应该此次的收获不雅于去年。 叶书棚说, 本届进博会上已有两个意向签约客户, 展完他要立刻报名, 明年再来进博。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,